来我们先来看一看的还是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现在大概是黄色的普通到绿色的良好范围之内 空气品质都还算相当不错的 那另外在气温方面来看的话 跟昨天这个时候来做比较马祖的温度稍微下降一点 但是这个应该是在误差值的状况之下产生的 那台湾本岛这一带的温度基本上变化就没有太大了 至于说整个天气系统呢 主要当然还是跟台湾吹的风向有关系 台湾在这个太平洋高压的边缘主要吹的是偏南风 南边的暖空气上来加上阳光在照射 当然白天温度就高 那至于说这个封面系统呢 大概差不多是在明天的时候会通过北部海面 但是呢封面直接影响到台湾的状况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 那到时候可能就北部东部局部地区有一点短暂量不多 这个封面过了以后紧接着东北风就增强了 所以礼拜五开始冷空气就有增加了 至少风向改变了 最近这几天吹的是偏南风 那到了礼拜五开始东北风下来了 变成是北边下来的冷空气 所以不管冷空气的多少这种风向一变的话呢 这种温度差别就蛮大了 礼拜五虽然说冷空气只有来到东北季风的标准 但是比较北边的地方北部啦东北部甚至花莲的北边 可能也会感受到转凉了 那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冷空气的强度更强 是来到冷气团的标准 所以呢有许多朋友在问说这个后外套要不要收起来了 千万不要这么快收 有一句台语的谚语讲说 所以还没有到端午节的这段日子 有可能随时温度还是有可能会有下降的 当然往后面这个墙的冷空气下来的频率越来越低 但是台湾最冷的两个月份 一月二月还没有过 那至于说在降雨的状况 未先云土看一下云层发展的情形 台湾这四周围的水气越来越少 前两天还有从西南边过来这种中高层的云系 今天就连中高层的云系也减少了 那从雷达上面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原本在东部外海呢 是最容易发展出来云雨区的地方 这个地方云雨区也通通都减少了 代表台湾的水气是减少的 所以气象属所预估出来降雨的状况 这个是今天的白天 那这一张呢是今天的晚上到礼拜四的清晨 这两张图都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上空几乎都没有下雨的状况了 等到了明天白天就不一样了 明天大概中午前后 封面可能就会通过我们台湾了 那到时候北部东部这边就有短暂雨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颜色 大部分都是来到这种浅蓝色 代表下雨的量不多 那紧接着封面通过以后呢 就是东北风下来了 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地形性的降雨 北部这一带可能大台北有些地方飘一点雨 那其他地方北海岸东半部 有一些短暂雨的状况哦 未来这一个礼拜天气还有温度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北部还有东部地区 今天变化不大 白天温度还是蛮高的哦 紧接着呢 明天因为云量变多了 有些地方下一点雨 温度自然就有稍微下降了 冷空气下来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这三天大概是来到东北风的标准 冷空气没那么强 但是到时候转凉还是蛮明显的哦 下个礼拜一礼拜二这个冷空气 来到了冷气团的标准哦 到时候温度就下降了许多哦 那这个会不会有来到九度 当然这个还要再观察了哦 有没有这么低还不一定了哦 那都会区里面出现这冷空气 只有来到冷气团 都会区里面要出现九度 机会事实上并不高 另外在中部还有南部这一带来看的话 未来这一个礼拜大致上都是属于 寝道多云的 那气温方面来看的话呢 这几天当然都偏高哦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冷空气的量不多 北部这边 中部这边可能稍微下降一点点而已 南部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真正有一点转凉了 大概就下个礼拜一礼拜二 中部转凉了 那就连南部这边可能感受到白天温度 也比较没有那么的高哦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今天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 现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大概也都是属于寝道多云哦 高温大概来到二十八九度 台北市来到三十度 中部也是寝道多云 温度上面的话高温大概来到三十二度 云林嘉义可能有三十四度的高温哦 那在南部地区寝道多云 高温大概二十九度三十度 屏东来到三十二度 东半部也通通都是寝道多云 不太会下雨的 高温大概在二十八九度 基隆是二十五度 外达的澎湖金门还有连江寝道多云 高温大概在二十四度上下